好,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密度 密度它是怎麼定義 它定義成一個物體 它單位體積裡面的質量 就是單位體積裡面的含量 也就是說密度 是等於多少呢 是等於物體的質量 除以物體的 它的體積 所以它的標準單位 我們曉得這個質量的標準單位是公斤 體積的標準單位是立方公尺 所以它的標準單位 密度的標準單位 就是公斤 每立方公尺 當然還有其他單位 比如說我們常用的單位就是 公克 每立方公分 等等 我們看看 密度它是物質的特性 這是什麼意思 就是 同一個物質 它在相同溫度 相同壓力底下 它的密度是一定的 比如說你這是銅 這個是鐵 銅跟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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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密度就不一樣 只要你這個溫度一樣 壓力一樣的話 那麼它的什麼呢 它的密度就會一樣 當然事實上 同一種物質的話 它的密度會隨溫度不同而改變 比如說 我們小的物質它都有熱量的特性 你如果給它加熱的話 它體積會變大 但是質量沒有變 所以它的密度會變小 你到了冬天的話 它的密度會變大 等等 不過 你在同標準 比較底下 同同壓下的話 你相同的物質 它的密度一定相同 不同的物質 它的密度一定不同 那我們可以用這個特性 來區別不同的物質 再來我們看這個 質量體積跟密度的關係 關係就是這個 關係就是這個 就是說 你如果是密度固定的話 那麼你呢 質量 就跟什麼呢 體積成正度 我們看一下這個 就是說 你這個 這個 你如果 密度固定的話 那你呢 看一看這個 質量跟體積的關係 你如果密度固定的話 那你呢 體積越多的話 質量越多 或是質量越多 體積越多 就成一條直線 好 那你如果什麼呢 你如果這個 這個什麼 M跟D的關係 你如果什麼 你如果體積固定 體積固定 體積固定 那這個什麼呢 密度大的 它的質量也就跟著大 密度大的質量 就跟著大 所以的話 你這個 體積固定嘛 那質量呢 就跟密度成正 那也是呢 一條直線 好 那如果呢 你質量相同 質量相同的話 那麼密度 跟體積就成正 好 就是說 你密度越大的 它體積就越小 密度小的 它體積就大 然後它們之間的關係 就這樣的關係 D跟V 你質量固定的話 那麼 D跟V之間成反比 所以是 成這樣的關係 這每一條曲線的話 代表呢 同一質量 就是這樣 好 再來看這個 密度的測量 我們如何測量物質的密度 如果這個物質 它是固體的話 那我們是怎麼測量的 我們可以這樣測量 比如說我現在的話 有個天餅 那有個天餅的話 那我現在的話 這裡有個涼桶 涼桶的話 上面 給它放一些水下去 把它放到天餅裡面 好 那你再蹭一下 蹭一下 蹭一下說 這個什麼 這個 涼桶 跟水的質量 那你把它蹭出來 這個我們叫M0 然後你體積也可以把它讀出來 叫V0 那這M0的話 可以由這個什麼 由這個砲碼讀出來 體積的話 可以由這個刻度讀出來 然後你再將一個什麼 你將一個那個固體 比如說固體 而且不規則 把它放到裡面去 放到裡面去的話 它的水位會上升 你讀出來的體積是V 然後這裡的話 你還要多加什麼 多加華碼下去 你多出來的華碼 最後讀出來的華碼 第一次讀出來的那個讀數是M0 第二次讀出來的讀數是M0 所以它的什麼呢 這一塊那個 不規則物體 它的體積我們叫DETAV 是M0 M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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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固體密度的測量 如果是液體的話 液體的測量也差不多 液體的測量是這樣子 放一個空涼桶 涼桶是空的 涼桶空的話 測出來的質量是M0 涼桶是空的話 測出來的質量是M0 就是你黃把它放上去 你放M0的質量的話跟它平衡 然後再來的話 你再搞什麼呢 把你代測的液體 代測液體把它倒進來 你可以從上面得到什麼呢 讀出它的體積 然後的話 你可以從這裡讀到什麼呢 第二次讀到的質量 這個質量就是涼桶跟水的 跟液體的總質量 所以我就曉得說 這個液體它的質量呢 叫ΔM 液體的質量ΔM 是等於多少 它本來是M0 M0是涼桶的質量 等於M-M0 這個液體的質量 這個液體的體積從兩桶直接就得出來 所以它的密度就等於多少呢 就等於 這個是 那個 M剪掉M0 處理多少處理V 那這樣呢 不規則的固體 跟液體的密度呢 我們用這種方法 就可以把它測出來 我們來看看還有什麼 還有的話 就是說 嗯 還有就是說 你如果什麼呢 你如果是規則的 規則的固體的話 事實上你體積齁就可以用什麼 用那個呢 齒去量就可以了 保持 齒都要去量 比如說 它是一個正物地方體 那就廠層寬層高 就可以得出它的體積 質量的話 還是用什麼呢 用那個呢 天秤去量 這樣你可以得到什麼 得到它的密度 密度就是質量 處理體積 這裡還有一個什麼呢 它叫混合液 混合液 它的這個密度的測量 比如說 你這個什麼呢 這裡有一杯水 跟一杯酒精 那你分別 把這一杯水的這個 體積測出來 用剛剛的方法 用量桶測出來 V1 那這酒精的呢 它的這個體積叫V2 那用剛剛的方法的話 把這個什麼 把這個水的質量測出來 叫做M1 把這個什麼呢 把這個 把這個 酒精的呢 質量給測出來 叫M2 然後把它倒進去 混合 當然我們假設說 它不起化學作用 所以它體積呢 沒有變化 倒進去的9 因為我們假設它是混合而已 混合的話沒有起化學變化 那混合的話它的體積沒有變 質量沒有變 那這樣的話 它混合的密度 B 就等於多少 就等於總質量 M1 加上M2 除以多少 總體積V1加V2 那我就可以呢 得到混合液體 它的密度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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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